好了,可以了哈,可以了哈,小云 行,然后你就慢慢的谈一下 有时候呢,我问一下哈 我们就慢慢的,不着急,慢慢留哈 呃,我们就成 这样 呃 就先留一下这个 就是去世前几前 都去世这段时间 好,然后你 你谈一下,慢慢的说就行了 小云,开始 开始,开始,开始的 慢慢讲,不着急哈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就是生病最后了,最后那几千 生病了,嗯 从生病前说 还是生病后啊 就是生病,生病以前吧 嗯,生病以前就是 早上啊,不是那个肚子疼吗 这里,肚子疼啊 嗯,肚子疼,然后就 然后我前世那个 那个大儿子啊,嗯 跟我前世那个,那个老哥啊 嗯,他下面那个儿子就 带我去那个医院了,那个县里面的医院查 嗯,结果查出来是胃癌 啊,就是这个查出来胃癌 是去世之前多久啊 就是,之前呢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就是查出来胃癌 然后呢,然后就 他们就要我在医院里住院嘛 我就不肯在那里住,我说浪费钱嘛 嗯,然后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啊 因为你觉得胃癌也治不好 花钱也没硬 嗯,好 然后就回家,回到家里面就 还是疼啊,在那里在床上 大滚啊,我很疼啊 啊,胃疼啊,很厉害 然后吃什么就吐什么嘛 吃什么吐什么啊 结果就那样也不知道过多久 反正就,就到有一天 有一天早饭 他们拿水给我喝,到那时候 水都喝不下了 呕吐吗 嗯,全部吐出来,水都吐出来 啊,吃饭也吐 嗯,水也吐啊,好 那到中午那时候我就 开始慢慢的从脚 脚底下凉了,全部都凉了 嗯,到那个下午 差不多下午五点多时候 全部都凉了,那时候断气了 环山发凉 嗯,你自己感觉都发凉了 不是他们摸我脚吗 原本就是我那个小儿子摸我脚 嗯,他说这肯定没得救了 脚都凉了 脚都凉了,一般都是死之前 都是从脚这里凉到头这里就死了 啊,就是环山发凉 你也感觉到他们在摸你 嗯,当时还清醒 嗯,当时头脑是清醒的 只不过是很疼,话都不想说 话都不想说了,嗯,好 然后到那时候就断气 断气那时候就 他们就抓住我的手在那里哭 然后我那个灵魂就出来了 嗯,好 躲在门后面 那个灵魂出来的话 那是从口里抓出来 还是说整齐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人躺在那里从这里起来 坐在这里 然后就起来就飘,飘到门后面 这个,本来你是躺着的 嗯,躺着的 然后灵魂就起来了 嗯,灵魂干个人一样大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又坐起来了 厌气以后坐起来了 厌气然后在那里躺了 然后就起来 厌气过了多久啊 过了一会儿 不记得 反正就是厌了起来 然后就躺起来了 嗯 就是厌气之后就坐起来了 嗯 其实是灵魂坐起来了啊 啊,坐起来 然后就站起来 不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这样 反正就这样这样 全是很竖起来了 灵魂竖起来了 嗯,竖起来 然后就飘到门后面 啊 灵魂竖起来了自己啊 然后呢 竖起来之后就飘到门后面去了 就看他们在那里帮 帮我什么啊 帮我换衣服洗澡啊 那些 哦,然后换衣服洗澡啊 那这个 就是 那换衣服之前 你穿着什么衣服啊 就是穿着原来生病的衣服 就是死的 啊,死的时候的衣服 然后他们 帮我换那个什么衣啊 然后就开始换那种衣服了 哦,开始换兽衣 你就看着他们换 嗯 好 那兽衣 先给你洗澡吗 洗澡 你都看见了啊 啊 洗完澡又换睡衣 换这个不是,换兽衣 嗯 那这个换兽衣的话 就是每换一件 你看一看自己就穿上一件吗 没有 他们换完了 然后 不知道用那个箱啊 从我身上用那个箱 啊 从身上一搞过去 然后就穿了 哦 这样子 就是 把兽衣换上之后 你身上的衣服也没有变 嗯 他们用一个箱 嗯 烧了一个箱 烧了一把 然后从我身上搞过去 然后就擦在那里 对了有没有说话啊 他们 那忘记了 忘记了 就拿一把箱 从你身上 就是走了一遍 嗯 走了一遍 然后擦在哪个地方啊 擦那个不是我们那个 那个客厅里面有那个神像 啊 客厅有一个就是个牌位嘛 嗯 就是插在那个箱炉里面 嗯 啊 那这个过程它是目击就是 有什么目击啊 不知道 它这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你穿衣服的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把那个箱一过完了之后 蹭你身上过了一遍 走了一遍 然后你再一看 就是兽衣穿到自己身上了 嗯 哦 这样啊 好 嗯行 然后呢 然后就 就走在门后面了 我就开始躲在门后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不怎么记得了 也不 当时没有时间概念啊 也不看表是吧 不知道 嗯 然后就有两个人呢 跟我说要跟着我最小的女儿啊 来到这个平洋这个家 啊 等一下慢点 然后就来了个什么 两个人啊 来什么人啊 不知道 来两个人 嗯 那你看那两个人这个打扮什么样子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啊 就来两个人是不是像差一样 官差一样眼间的 不知道 反正你看见这两个人 啊 这两个人来跟你说什么 要我跟着我 我那个最小的女儿啊 来到这个平洋这个家 啊 就是那两个人来说 告诉你 让你去跟着小女儿到平洋这儿来投胎 嗯 啊 就是现在的妈妈啊 然后来到平洋这个家 我就躲在门后面 啊 对对对 好 那然后呢就是你再说一下 当时他们把这个穿好兽衣之后 做了什么事情啊 那时候 真爱哭 你看见好多人都在哭 嗯 又又开始叫那些亲朋好友来 哦 你都看见了啊 他们说话你也能听得见 也能看也能听 那这个你看事情该听事情就跟活着一样吗 这个时候 不知道 反正都能听都能看 能听能看 反正就不知道怎么说呢 嗯 就是该活着也有点类似 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类似哈 但是胃不痛了 不痛了 嗯 死得到就像解脱一样 哦 解脱一样一点都不痛了哈 嗯 那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在哭 那他们是真哭吗 你看着 真哭 都在哭哈 嗯 嗯 然后呢那你 现在的妈妈 呃就是 当时上一世的小女儿也在现场吗 嗯 就是我现在妈妈 啊也在现场哈 嗯 也在哭 好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他们 那两个人还没来吧 让你去跟这小女儿 还没来 还没来 好 那然后哭完了 然后又怎样了 哭完了就 就在家里待着 就在那里哭 不知道多久 他们就把我抬上山了 哦 你看见他们把你抬上山了哈 那时候我坐在棺材上面嘛 哦 他们把你装进棺材 把我那个露铁 装进棺材里面 装进棺材 你呢 我就坐在那棺材上面了 他们就抬着我 哦 你坐在棺材上面哈 棺材上面 他们抬着你就 是碰见是看见了哈 嗯 然后就上山了 哦 那上山的话我看 因为前几天我看着平遥一个初遍的 他们很长的木头抬着棺材嘛 嗯 晃得很厉害 那山坡很陡啊 就是晃得特别厉害啊 那你没晃下来吗 没有啊我 我前是那个家 那山上面路是很平的上去 哦 上山的路很平 嗯 那你就抬着看着他们抬着你上了山哈 呃 上了山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到我那个那个买我那个地方 那个不是他们挖个洞吗 嗯 挖了个洞 然后就放片炮下去 先把鸡啊 那有个人在那里把那鸡给拔 拔那个毛 然后就割了 把他血不知道干什么 他在那里 哦 不知道干什么哈 嗯 杀了一只鸡 冷冷冷下那个洞下面去 然后就 就在那个装棺材的帆木 挖了一个空 挖了一个空 然后杀了一只鸡 这个鸡杀完以后呢 鞋留在那个木空里面 不知道 然后呢又挖了一个空 在木空里面把那个鸡埋了 没有 他们就在我同一个坑啊 不是这样 嗯嗯 他们首先是把那鸡 那个喉咙那里的毛拔了 然后用刀割了 嗯 把那血淋在那个 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就扔下那个 挖个洞要埋我吧 那个洞就把那鸡 扔到那洞下面去 嗯 然后放边炮 放边炮完就把我棺材放下去了 嗯 这样哈 嗯 把棺材放下去了 呃 边炮也是在里面放的 嗯 鸡也没在里面了 哦 然后呢 反正你也没吃到这只鸡 是吗 你也没吃鸡哈 哦 然后呢 那没了以后你是不是就出来了 买以后啊 啊 他们没 没的话 你在棺材上面呢 你们又被没了吧 没有啊 你撬出来了 我没有下去啊 哦 他们棺材抬到那个 反应那个 窟窿的时候你就出来了 是吧 嗯 那时候他们把棺材放下去 我都没下去 嗯 我都在上面看着他们 在边上站着看他们 蛮的填土啊 哦 这样哈 嗯 嗯 看着他们前途哈 嗯 好 那这个买完了以后呢 买完以后就下山了 全部走 下山你该在后面吗 嗯 该在最后面 然后就全部下去下去 我一到那个家 我又躲在门后面 哦 回去以后还是躲在门后面 嗯 嗯 那然后呢就是下山了哈 呃 下山之后呢 就是回家住在门后吗 嗯 那他们你看见他们在忙什么 回家之后他们 扫地 扫地 扫地啊 啊 就是扫一扫地 嗯 然后 呃 你看见你前世的太太有没有哭 就是你自己生的外婆 哭啊 他前世我上山之后他都晕了 啊 你一死的话他就晕了是吧 没有我那尸体啊 不是还在家里的时候 他都已经哭哭得很厉害 哭得很厉害啊 然后我那尸体他上山之后 嗯 要去买了嘛 嗯 他就晕了 嗯 你当时年龄多大 死的时候啊 嗯 69岁啊 69岁啊 他多大 他不知道 忘了 不知道啊 69岁啊 嗯 反正他就是很痛苦啊 嗯 都冤枣了 呃 那住在门后 那有没有看见他们吃饭什么的 忘记了 忘记了 那你有没有饿什么的 嗯 不知道那时候 有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吃饭 没有 没吃 他们只是 好像是 好像是听他们说是头七那天吧 嗯 那天是 在家里面 摆了一盆洗澡水给我 哦 又把那些饭全部热了 点烟啊 倒酒在那里 哦 一桌菜 他们都没吃 就是意思就是给我吃啊 啊 头七的话做了一桌菜 嗯 放在哪里啊 就放在那个 那个 我那房间出来 那个大厅里面啊 嗯 摆了一桌 全部都是我生前喜欢吃的 哦 你生前喜欢吃的啊 做了一大桌的菜 又倒了一杯 我们那自家亮亮米酒啊 嗯 倒在那里啊 我生前最喜欢喝酒了 啊 最喜欢喝酒啊 好 那这个头七的话 做了这桌的菜 啊 还有米酒 你有没有喝酒或者吃饭 不记得 不记得有没有吃了啊 但是你印象很深刻 做了一桌的 一大桌的菜啊 给你啊 有很多都忘了 嗯 有些都忘了哈 嗯 好 行 那这个 那 那 偷七的话你也没走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 那 偷七的话你妈妈又去了 是吧 还是说一直没走 一直在家里陪你妈 在娘家 一直在那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就是 好像是 是那个偷七啊 是过了 过了多久 反正就是有两个人来跟我说 要我跟他走啊 啊 过完头七之后来两个人哈 好像是过完头七吧 我也不知道 嗯 过完头七之后来两个人哈 嗯 来两个人说让你跟他一起走 嗯 好 就是说让你到找你的小女儿哈 嗯 就是健身的妈妈 来平阳投胎 那 那你就跟着妈妈一起走了吗 那时候跟着他一起走 他就坐在车里面 我就站在那个车棚上面呢 啊 他是个坐什么车 搬车 不知道 龙城到平阳的车 忘了 忘了 拒起什么车了哈 嗯 然后呢 你为什么没见车厢呢 我也不知道啊 嗯 没见车厢哈 嗯 嗯 这个 空气中的水气有点到 空气中的水气有点到